第一天上課的時候 老師發現坐在後面幾個同學 一直在講悄悄話 來來來來 後面的同學在講什麼 來站起來分享給大家聽 老師真的要說嗎 說大聲唸出來 唸五遍 老師褲子拉鍊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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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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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 回到三度講笑話第六十三集 我是三度唷 三度最近拍兩集自虐遊戲系列 大家看了嗎 接下來三度會挖掘各種變態的遊戲 請大家敬請期待 好的那我們來講笑話吧 第一個笑話 有一天有個老奶奶她上了一台公車 但因為是陌生的地方 所以她根本就不走路 於是她用拐杖敲了敲前面男士屁股問她 好生仔 這裏是哪裏啊 這裏是我的師父啊 有一天有個小女孩 她騎腳踏車到公園玩 玩到一半的時候跑去買東西 回來發現她腳踏車不見了 這時候剛好有個警察路過 於是小女孩對警察說 警察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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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enge 警察就把被被被 residence 有個眼鏡蛇問她媽媽說 媽媽 我們很毒嗎 沒錯 孩子 我們是最毒的眼鏡蛇 媽媽 我咬大蛇頭了 有一次 哇靠啊 有一天三度出門上班時候發現 車裡有一張紙條 是杜夫人留的啊 上面寫著 親愛的 要加油喔 Oh my God 第一次看到夫人留的紙條 好溫馨 好開心啊 於是三度就很開心的 開車去上班了 開車開一半的時候發現 熄火了 真的要加油了啦 哈哈哈哈 有一天三度出國在搭飛鏡時候 空姐問他 Coffee or Tea 茶或咖啡 呃咖啡 哦你答錯了這是茶 想不到嗎 哈哈哈哈 反骨粉啊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對大家說 來今天叫大家 五行香客的知識 金客木 金客木木客土 土客水 水客火火 火客金 老師我問問題 嗨 四路同學要什麼問題 那 什麼客風 欸 不知道 麥克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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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後一個壓軸小話 有天老婆對她老公說 欸老公 那個電燈壞了啊 幫我換一下 告屁事喔 我又不是水電師傅 嘖 他那個桌子也壞了 幫我修一下 告屁事喔 我又不是木工師傅 隔天老公下班回來發現 欸 電燈換好了 桌子也修好了 這是我老婆 欸 電燈跟桌子 都是你自己弄的嗎 喔 沒有啦 我叫隔壁老王幫我修啦 他跟我說 只要做蛋糕給他吃 或者跟他上床就可以了 蛤 那那那那那 那你做什麼蛋糕給他吃啊 我又不是蛋糕師傅 OK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